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跟过去几集很有关联 我们过去几集分别跟大家谈过和平演变的不同的面向 那么今天我们集中谈一个问题 也就是一党专政和和平演变之间的关系 其实共产党对和平演变的辽然于胸 它很清楚说和平演变究竟想干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用最简单的话来说 和平演变是要针对什么来的呢 第一针对共产主义来 第二就是针对一党专政来 尤其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那么这个题目比较大 所以我们对共产主义部分先简单谈一谈 然后把比较多的时间摆在和平演变 跟一党专政关系上面来看 我们刚刚前面谈到说和平演变 基本上第一是反对共产主义 那么共产主义的理想跟现实之间 我们如果看看过去这一百多年的发展的话 发现它其实有非常大的差距 共产主义就理想的部分呢 有它高贵的一面 比如他讲说他们看不过去资本主义社会里面 那种阶级压迫阶级的现象 看不过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 资本家剥削无产阶级的那种现象 他们看不过去 所以像马克思恩格斯这些人就挺身而出 他说我们必须要发动阶级斗争 然后把这个资产阶级推下历史的舞台 他整个出发点是不错的 他想要用简单的话来说 就是想要帮个贫苦大众去谋取福利 这想法当然非常好 那么我们得看一个问题就是 是不是真的每一个社会里面 阶级的关系都这么紧张 在中国的社会里面 在西方的社会里面 阶级关系真的都那么紧张吗 还是只是马克思恩格斯 把这阶级关系写得太过紧张 有点言过其事 如果说我们回头看过去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 马克思跟恩格斯所说的那种 阶级斗争跟阶级压迫的现象 在人类力上的确存在 但是绝对不到他们讲得那么严重 那么所以现在就产生第二个问题 如果说阶级斗争或阶级压迫 没有那么严重的话 那么我们是不是一定得用那种办法 才能解决只有阶级歧义的问题 真的要斗争吗 马克思告诉我们说必须斗争 然后列宁也说必须斗争 毛泽东更说必须要斗争 可是问题是他真正斗争起来之后 那手法就远远超出马克思当时 所想象的那种残酷的程度了 那么第二就是如果要阶级斗争的话 一定要用暴力斗争吗 列宁告诉我们说必须要用暴力 毛泽东这个人根本就是喜爱暴力 所以他说要暴力 可是如果说我们把视野放大 真的从1848年 这共产党宣言发布以来 我们再看下来的话 我们发现很多社会不用搞阶级斗争 很多社会不用搞暴力革命 他一样可以达成当年 马恩所设想那种类似的社会 这个就是被中国大陆也好 被俄罗斯或者早年的苏联 批判过的修正主义的道路 在这些社会里面 他们提倡阶级调和论 他不提倡阶级的斗争论 然后也反对暴力革命 他们认为是经过议会斗争的方式 不需要经过暴力 不需要经过革命 也可以达成这种结果 这种现象在西欧跟北欧 很多国家都出现了 那么大家可能会说 民主政治是假的什么等等 可是我们看到一个现象 在西欧跟北欧 这些比较进步的国家里面 凡是去搞民主政治的 大部分他都有反对党 这个反对党有的时候 很快就会轮替执政 有的时候他得等上一段时间 但是他毕竟是真正意义的反对党 因为他真正在监督执政党 相对来说共产党之外 可就没有真正的反对党了 这个问题我们等会再说 所以即便中国大陆的这些官方 或者说这些理论家 不承认议会政治 不承认民主政治 认为说那是假的什么等等 可是相比之下我们发现 在西方搞议会政治的 这种民主社会当中 我们的确看见分权而制衡 也就是政府的权力是分割的 他真正分成了行政 立法司法三权 三权互相钳制互相监督 三权钳制的结果就是 政府没有办法滥权 因为他滥权的话 他的法律实行有问题 他的法律制定有问题 其他的两权会进来干涉 而且老百姓会有选举的办法 去把他这个投票把它投掉 那么除了三权分立 除了定期选举之外 更重要的呢 有反对党 有的时候这反对党还不止一个 好几个反对党睁大眼睛 定了他看呢 所以使得这个执政党 想要滥权 想要这个搞鬼呢 不太容易 我不是说他们一定不搞鬼 但是相对来说呢 搞鬼呢就比较困难 所以这些具体的发展 让我们看见 共产党或共产主义原来的想法呢 其实在西欧跟北欧呢 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被打破了 那么再来呢 就是一个平均主义的问题 过去中国大陆在中共领导之下 一直有一个错误的想法 认为共产主义一定就是平均主义 这绝对不是马克思的想法 马克思恩格斯写了这么多东西呢 基本上不谈平均主义的 平均主义还是他们在 哥达纲领批判里面呢 谈得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他们的基本观点 应该这样说 将来到了这个共产社会 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之后 物资极大丰富根本没有所谓分配的问题 所以没有平均主义的问题 所有东西在仓库里面呢 多得不得了 物资极大丰富嘛 你要你去拿就行了 所以没有分配 也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了 这些东西呢 都是中国共产党 或者说这个苏联共产党 或者世界各国共产党 在执政之后呢 所扭曲的这些问题 所以从这个思想面来看 我们可以看见 共产主义呢 其实虽然有它光明那些东西 可在真正落实的时候 会有很多问题 所以简单说 第一我们看见的就是 当共产主义真正落实下去的时候 它这种落实下来的现实 实际上回头否定了它原来的理想 不管这理想有多高贵 第二部分呢 更可怕就是 我们看见了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面 当共产党专政了一段时间之后 它反而真正出现了 马克思跟恩格斯在当年 历生批判的那种吃人的社会 那种阶级压迫的社会 所以我们现在看见的时候 共产党反而变成了一个新的阶级 这个不是我们现在才说 其实当年南斯拉夫的副总统吉拉斯呢 就已经写过这个书了 他的标题就叫做新阶级 他的主要意思就是 共产党革命之后呢 变成了自己的反面 变成了垄断阶级 变成了新阶级 所以我们总评一句话就是 共产主义的理想或许还不错 但真正在现实面上一操作起来呢 这现实回头去否定了理想 这个部分将来有机会呢 我们再详细讨论 现在我们来谈谈第二块 就是一党专政的坏处 中共过去呢 这个讲一党专政呢 动辄就把蒋介石跟国民党拿出来 狠狠地骂一顿 说他独裁 说一党专政 可是如果说我们看看蒋介石跟国民党 在大陆在台湾的执政这么多年的经验 跟中共执政这五六十年经验相比呢 我们只能说到一句话 如果论到专制论到独裁的话 蒋介石跟国民党比起中共来说呢 差得太远了 完全不是一个党次上的 不同量级的 国民党当年不要说现在了 当年在大陆上执政的时候呢 外面有民社党 有青年党 还有共产党 共产党手上有枪 而且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批评呢 严厉极了 除了党派之外呢 外头还有民主人士 早年死去的鲁迅不说了 后面有李公璞啦 罗隆基啦 张乃器啦 费孝通啦 马银处这些人 还搞成了民主同盟 监督这个国民党呢 监督的非常严厉 中共也监督国民党啦 我们顺便说一下 当然中共的监督呢 不是民主监督 坦白说 它是包藏祸心的 它是为了将它夺权 为了它的一党专政 所以它恶意抹黑国民党 而国民党这是外面呢 有其他党派 内部呢 有不同的派系 党里面有不同的派系 有军队的这个系统 还有地方三头 所以简单说呢 国民党呢 它内外呢 都不是一元化的 它根本没有办法独裁 它想独裁 但是呢 它没有走到那一步 所以比起中共来说呢 远远不及 好 我们第一个部分呢 先谈到这里 休息一会之后 我们回来再看看 我们后面的分析 好 各位朋友 欢迎大家回到中原大地 世纪回眸 我们接着谈谈呢 这个和平演变 跟一党专政的关系 我们前面谈到说 国民党呢 它的确是想要这个专政 可它的条件呢 真的不容易它专政 它内外呢 都有这个很大的前置力量 甚至是敌对力量 那么中共呢 是打着反民主 反独裁的口号起家的 但是我们后来却发现 中共在1949年建立政权呢 它所造成的结果呢 反而是比它批评的国民党呢 更加独裁 更加专政 而且更加专制 它真正达到了党外无党 党内无派的地步 我们现在看看党外 它当年最大的这个对手呢 就是国民党 那么国民党在军事上 被打败之后 迁到台湾去了 所以国民党在大陆上呢 只剩下一些残存势力 中共对这残存势力呢 还是很不放心 我们过去谈过 在搞这个五大运动 特别在搞这个 正反运动的时候呢 大肆屠杀 杀了几百万人 那他直接讲说 我杀官管了一批人 好了 那么这是国民党呢 基本上大陆上就全部摧毁了 民主党派呢 获得整肃 或者呢 夺取权力 或者呢 中共渗透 所以现在虽然有那么几个民主党派 大家都很清楚 那个呢 是花瓶 是装饰用的 那么如果说 没有派别的话 或党外没有党的话 那么 民主人士还存不存在呢 应该说早先意义的民主人士呢 基本都不存在了 后来我们看见民主人士呢 导致心生的 比如说现在比较有名的呢 大体上都是1978年79年呢 西单民主墙以后的事情 然后80年代90年代呢 江山带有才人出 一批一批的这些年轻的民主人士呢 涌现出来 但早年那批呢 全部被整怕了 或者在这个刚刚见证的时候 思想改造当中改造了 或者在右派 打反右派运动当中呢 全部打下去 打到金若寒蝉 这是党外的情况 那么党内呢 他们自己也讲说 列宁自己就这么说了 他说党是在不断的清洗 自己内部而壮大起来的 中共呢 非常服应这句话 所以中共在建立政权前后呢 对党的内部的清洗跟斗争呢 应该说他是非常在意 每隔一段时间清洗一次 每隔一段时间清洗一次 所以从外人看起来 中共几乎